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试日族 这一站来到珠江三大干流之一的东江 走访由两千多年历史的岭南名镇驼城 叫烤棚其实就是烤场对吗 到河园恐龙博物馆 看全世界馆藏最多的恐龙蛋画石 一共有17000多美 房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后人 看他们繁衍生息600多年的美丽村庄 品尝用客家娘酒制作的特色美食 所以我对这个娘酒主机更感兴趣 远凤江江河万里行第38集 行走登江画廊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万年几荡 深沾东方几凉 我看见春江摇动 花园流藏 未旺的尘干掉着太阳 我听见冰河 披着欢山歌唱 情歌里藏着代价信仰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异乡 有谁的地方是假的方向 不要问我到过多少地方 沿着河走教室走在故乡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异乡 遥远的乡丑留在套生波广 不要问我走过多少地方 每一朵兰花都是梦想飞扬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设置组 结束珠江流域北江的行程 向东行走 开始拍摄珠江东部干流 东江 东江市珠江三大干流之一 因地处珠江水系东部而都名 上游发源于江西省的熏屋县 流入广东省河远市龙川县境内 与同样发源于江西定南的水流 汇河后形成东江干流 流经河远 惠州 东莞等地后 汇入狮子洋 青筑南海 全长562公里 东江先后流经干南山区 粤东山区 珠江三角洲 地势变化大 不少河段自然风光雍美 有着千里东江千里画廊的美城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型设置组 现在来到的是 巡屋水和定南水的交汇处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能够明显地看得出来 你看在我身后 这条水面比较窄的是巡屋水 这边水面宽阔的是定南水 两河在这里交汇之后呢 一路向南在岭南大地上流淌 那我们来到这的时候 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有点阴沉沉的 你看远处的这些山啊都被云雾笼罩着 带着一种烟雨朦胧的美 那我们设施组在东江的行程呢 就从这里开始 巡屋水和定南水 交汇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 广东第二大人公湖 风俗罢水库内 这里水面清柔碧绿 鲜沉不染 两岸身体云雾炎映 清脆雨滴 深吸一口气都能感受到 空气里淡淡的甘甜 就今天是雾气很大 而且是下雨啊 而且这个雨吧 我们感觉起来呢 下的不大 但是其实挺密的 就现在直接就是往脸上吐 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 亚瑞大概的这个季风区 所以到上半年 三月份到五到七月份 它是封面雨会比较密 然后九十月份之后 就是台风雨会比较急 鲁宁告诉记者 风俗罢水库群山环抱 周边良好的植被 既含养了水源 又避免了水土流失 加上人为保护 使这里的水 常年保持在国家地表水 依赖水标准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饮用水源 像这个季节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满眼的 都是绿色嘛 是 那是不是季节不一样 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 没错了 到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里是风俗罢库区 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这个满山遍野中 我们会发现藏着很多的红色的 那个就是风俗 所以这里叫做风俗罢 什么因为风俗很多 是 春雨中的风俗罢水库 清新秀丽 温婉可人 戴着眷恋 我们离开风俗罢库区 沿东江顺流而下 赶往河越市隆川县的驼城古镇 陀城古镇被称为 东江文明的发源地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 和人文景观 我们摄影组 这一站来到的是陀城 我身边缓缓流淌的呀 就是东江水 陀城呢 是一座千年古城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南门码头 曾经呢也是非常的繁华 但是你看现在 烧险有点冷清了 而且就在江边的这一小块地方呢 也成为了当地村民的小菜币 我们今天找的这个向导呢 是土生土长的驼城人小张 今天就你带着我来逛一逛这个古城 嗯 驼城 锦临东江 背靠偶山 处在东江的一个小冲击平原上 现在南门码头还有渡川 为来往东江两岸的人们提供方便 小张告诉记者 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派大军平定岭南后 在龙川设县 任命大将赵佗为首任县令 赵佗发现这里土地肥沃 山水行圣 于是在这里建城设立制所 驼城由此得名 现在城内还有一口 据说是赵佗当年挖的古井 已经使用了2000多年 为了保护这口井啊 哦 哇 这井好深啊 大家井深11.3米 这个井口有点那种温度的 温度的 井水是冬暖夏凉的 嗯 就是说他们到这儿来屯兵生火 就挖了这一口井 对 因为我们当时 当地人是和东江学的 赵佗带了士兵 来了之后呢 就 因为水土不服 所以他才想到 在这里挖一口井 嗯 所以这口井 对于当时人们生活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面那个呢 就是他赵佗故居遗址 就是他住的地方 前台我们有那个先去记载 就是说赵佗住的地方呢 他有月台有井的 那这口井呢 就挖在他住的地方不远 张力宏介绍赵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在驼城当龙川县令六年 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鼓励汉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 石驼城成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 可以喝 这一锅那个建立呢 这个水还是可以用的 而且这个水 在我想的是 因为井水会感觉很凉 但是我现在手摸上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点温度的 对 尝一尝 哎呀 好甜啊这个井水 对 张力宏介绍说 后来 赵佗升为南海军卫到了番禺 也就是现在的广州 公元前204年 统一岭南建立了南越过 赵佗活了一百多岁 他治理岭南地区的时期 正是岭南文明的奠基和形成时期 后人为了纪念他 对开发岭南所做的贡献 在佗城修建了这座南越王庙 行走在佗城 身边都是宝秦沧桑的老房 古树和建与不同朝代的古迹 自赵佗之后 这里一直是东江沿岸 越东重镇 直到1949年5月 龙川一带的最高行政官类机构 都设在这里 唐代的正向塔 宋代的南越王庙 明代的城墙 民国时期的商会会馆 许说着佗城的历史步履 张力宏介绍说 两千多年前 赵佗带来的数十万中原大军 一部分在这里落地生根 加上后来不断又有客家人南迁 使得佗城楼中华姓氏博物馆之称 佗城镇的佗城村人口两千多 姓氏却达一百四十个 而整个佗城镇有一百七十九个姓氏 接近百家姓所列姓氏中的百分之四十 佗城曾经有姓氏司堂八十九座 现存四十八座 又被誉为中华姓氏古司堂博物馆 你看一下我们左手边 这里就一个落实宗词 对 把开门的进去看一下吧 记者了解到 这座落实宗词建于一七五六年 占地八百一十八平方米 有三个厅堂 四条走廊 旁边有公客人住的房间 经常迎来寻根问祖的落实后人 现在四川 湖北 也就是说整个广东的各个县市 很多很多其他的 还有台湾都找回来了 找回来因为这里出去了 还有新加坡那些都有 现在我们冬至啊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记住 记住了他们都一起回来 回来了我们 静静老祖祖 所以这里算是他们的根 心是心心念念的会牵挂着这个根 这个家 走出落实宗词 张理红告诉记者 这里还有建于清代的学宫和烤棚 学宫和烤棚并存在中国只有四处 陀城是其中的一个 这里叫烤棚其实就是烤厂对吗 对就是以前烤试的地方 那这个外面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就是天井嘛 烤厂都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天井 对 因为这个烤棚它本身它是四进四回 一些结构的嘛 龙川烤棚建于清朝光学二年 也就是1876年 建成后每年二月 龙川现在这里举办科举考试 烤棚主要有厅堂 考场和官员寓所组成 总占地面积七千多平方米 那哪里是他们考试的地方 在里面有他们我们最故的对象 因为一说到以前的考场 我们就特别感兴趣 那个手指在电视上面看到过一些 你看就是这样每个人一小间一小间的 好小的地方啊 他们要在这里待三天 三天 那吃饭呀睡觉怎么办 都放里面 住在这儿 对这个是冷炉 然后这个是放食物 他们放那个干粮的 下面还有个尿壶在里面的 哦在那儿呢 对 其实他们坐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宽的板子 睡觉就在那儿啊 睡觉的话它上面这根板的活动的嘛 嗯 拿出来就放到下面 哦跟下面那个拼在一起 对 龙川自建县以来 崇文宗教的风气长盛不衰 据史料记载 从唐朝到清末 大批龙川人通过了严格的科举考试 秀才有两千多元 嗯 就是我们龙川这一块的 然后浸室呢 有二十九个元 其中是包括两个碳花的 嗯 然后呢还有那个举人一百多元 都是我们龙川本地的 龙川学宫在脱城的东北部 也称孔庙文庙 功能于现在的公版学校类似 前面是祭祀孔子的大承殿 后面还有明伦堂和尊金阁 在学贡一侧就是现在的 鸵城中心小学 一股一金 皆照着鸵城远远流长 传承不衰的文脉 地址归 射人性 守孝力 父母性 伴爱仲 到和园恐龙博物馆 看全世界馆藏最多的恐龙蛋化石 哇 哇 一共呢有一万七千多米 冯北宋大文侯苏东坡的后人 看他们繁衍生息六百多年的美丽村庄 品尝用客家娘酒制作的特色美食 所以我对这个娘酒主机更感兴趣 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第三十八集 行走东江画廊 正在播出 离开驼城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设置组继续东江之旅 沿长山高速干往和园市区的石甲山 听说那一带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出土恐龙蛋化石最为极重的地方 此外还有恐龙脚印的化石和恐龙骨骼化石 这三种有关恐龙化石在同一个地方出现 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设置组现在来到的是石峡山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不远处 东江水缓缓的流过 而且我们眼前看到这些山呢 山市都不高都属于丹霞地貌 这些山看起来呢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呢就在这个石峡山和它周边的这些范围内呢 曾经出土了一万七千多枚的恐龙蛋化石 而且呢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恐龙骨骼化石和恐龙脚印化石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当地多年从事这个恐龙文化研究的黄东老师 让他给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有吗 这个恐龙脚印化石 就这个保护区呢就有恐龙的化石 还有恐龙脚印化石 恐龙蛋的化石三位一体 那在哪能看到 好啊我先带你看一点小的那个恐龙的脚印化石 脚印 你看这个就是本身就是恐龙脚印化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恐龙脚印化 我刚才站在这个旁边我都不知道 这个怎么来看它就是恐龙脚印的化石 你看它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 就这三个是它的 应该说是脚趾是吗 对这个是比较大的恐龙的 这个趾 它是三个趾 据介绍 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恐龙有一千种以上 根据它们的牙齿化石 还可以推断出是食肉类还是食草类 一般食草的恐龙体型大性情温和 食肉的体型小比较凶猛 这个脚印应该是一种食草类恐龙留下的 但具体到是哪一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距离这个脚印化石不远 还有一个地方保留下来成片的脚印化石 你看这个就是成片的恐龙脚印 这个 就是这些小的坑 对啊 你看从这边 从这边一直走过来 一群群的 同一个方向 但是这些脚印跟刚才看的那个大的不一样 它有大有小啊 你看这个就是三子的了 三子的孔 这个了 这个也是三子的 两个子 这边还有一个 那像这些脚印的话 它们就是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形成了 它当时呢 这个地方呢 都是一片交涉地 嗯 交涉地呢 它就是那恐龙那些群 群居的生活的 它就同着一个方向走 啊 它一脚踩下去呢 嗯 它不可能留着这些脚印 但是呢 由于 特定的环境 嗯 比如说照尚运动 比如说就是那个火山爆发 嗯 一下子呢 把这个 交涉地 隆起来了 然后呢 啊 它就形成了这样化石 荷原恐龙 生活在6500万年前的白厄纪晚期 当时的荷原 属于山前河流 漫滩地形 从荷原出土的恐龙蛋和恐龙骨骼化石可以推断 当时的荷原是一片恐龙的乐园 这里既有多种食草类和不少食肉类恐龙 现在 这里已经成立了恐龙化石保护区 在保护区2.26平方公里范围内 共有8处这样成片的恐龙脚印化石 能看清楚的脚印有168个 荷原这个地方很神奇 不仅有大量的恐龙脚印化石 还是目前为止 全世界出土恐龙蛋化石最多的地方 你看 发现了 这个就是恐龙蛋了 哪个 这是一个圈 这个 看见没有 这个有一个蛋 看到没有 这个像石头 你看石头表面 就有一圈一圈的这个 它原来是整个蛋 但是表面上这个 这个水啊 把它已经冲走了 就剩下一半了 黄东介绍 在荷原市恐龙博物馆 有当地出土的 17000多枚恐龙蛋化石 世界其他博物馆馆藏数量 不到它的一半 而且这里品类众多 形态各异 非常值得一看 距离恐龙遗址公园保护区不远的东江岸边 处理了一座龟峰塔 建于南宋初年 荷原市恐龙博物馆 就坐落在龟峰塔的旁边 虽然远方的夹栏目组 之前在河南南洋 广东南雄等地 也拍摄过恐龙蛋化石 但听说 这里有这么多的恐龙蛋化石 还是非常好奇 天哪 这个是全部都是真的恐龙蛋 我们一万零八枚啊 就获得了那个 吉尼斯的世界记录的尽数 荷原恐龙博物馆 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史 还只有一万零八枚恐龙蛋 后来随着东江附近 越来越多的恐龙蛋被挖掘出来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枚 之前一直在想一万七千多枚 虽然说有这个数字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现在看到这个时候 真的就有点不可思议 难以知性 这里的恐龙蛋 都数直径18到16厘米的圆形蛋 最小的6厘米 大的有23厘米 除圆形蛋外 还有椭圆的 扁圆形的 长条形的 去研究 这些圆形恐龙蛋 是食草类恐龙的 但目前还不能断定 具体是哪些种类 不过这些长形蛋 和棱柱形蛋 可以推断是食肉类恐龙的 长形蛋是窃蛋龙的蛋 棱柱形蛋是伤齿龙的 黄东杰少说 这里绝大多数恐龙蛋化石 蛋壳里面是泥沙 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珍贵的蛋化石 最珍贵的了 就是以前的坏蛋 现在变成最珍贵的蛋了 以前的坏蛋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这个没有孵化出来的 它是蛋壳的全部完整的 一般来说呢 以前的好蛋它都有一个小孔 那小恐龙从那里走出去了 现在这个完全是完整的 内边已经戒神的方开始了 它保存了恐龙蛋 本身内边的一些有机物质 第二呢 把我们活源的这个矿物质 已经渗到对去 恐龙蛋经过漫长的地球历史变迁 跨越几千万年之后 形成了我们眼前的这种晶体蛋化石 不禁让人叹为观止 黄老师介绍 这种晶体恐龙蛋 在浙江天台和山东来阳 也曾经被挖掘出来 不过这里的恐龙蛋 个头要大一些 蛋壳也要厚一些 在博物馆 还有当地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 这些骨骼化石 是距今6500万年前 白俄纪晚期的切蛋龙 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古生物化石 在全世界有恐龙化石的地方 一般是有龙没有蛋 有蛋没有龙 但在荷原这个地方 恐龙蛋化石 恐龙骨骼化石 和恐龙脚印化石 三维一体同时出现 连见多识广的业内专家 也不得不惊谈 这是一个奇迹 荷原市恐龙博物馆 吸引了众多游人 尤其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采访期间 记者遇到了一对父子 父亲吴良生 原本是研究客家文化的 因为儿子喜欢恐龙 每个周末都会陪着孩子 来博物馆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和观看了恐龙画石 听了那么多 关于恐龙的有趣知识 记者也真切地分享了 荷原这块土地 带给世人的那份 惊喜和神奇 房北宋大文豪 苏东坡的后人 看他们繁衍生息 六百多年的美丽村庄 品尝用客家娘酒 制作的特色美食 娘酒主机更感兴趣 远方的家 江河外里行第38集 《行走东江画廊》 正在播出 离开荷原市区 远方的家江河外里行设这组 下一个目的地 是东原县义和镇的苏家伟村 苏家伟村被语为 南中国的画里乡村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后人 在那里生活了数百年之久 从东原县城到苏家伟的 这一段东江河道 青山沿映 竹林成行 景色如画 乘坐游船前往 时间不到一小时 远方的家江河外里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的是苏家围 苏家围呢 是坐落在东江边的一个村落 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宋代大文豪 苏东坡呢 曾经有这样的诗句 日淡蜜枝三百科 不辞长座岭南人 其实啊 这苏东坡先生呢 并未能如愿的 长座岭南人 不过呢 他的后人在苏家围这儿 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 那接下来呢 就跟着我们一起到村子里看一看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江边小路把汽车引进农医深处 餐厅的古树和茂密的竹林 给这里增添了许多古雅之气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正式的进到村子里面 但是我就觉得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就在这个小路两边 就是秘密的竹林 微风一吹的时候 还能听到竹叶嘻嘻嘻嘻的那个声音 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是的 这个地方呢 不仅我们觉得美 连舒适的地 其代孙苏天勇啊 他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美 记载七百多年的时候呢 苏天勇从江西那边呢 顺着这个东江啊 坐船去攀译上任做教育 嗯 他就在这个江边呢 就住了一个晚上 发现这个地方特别的美 也特别的适合生活 但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呢 这个舒天勇没有在这边生活 直到舒适的地 十一代孙苏秀红啊 他正式的搬迁到这个地方生活的 所以说中间隔了四代 才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是的 嗯 苏家维生活的苏氏后人 出自苏东坡第三子苏国一职 何园是东江流域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自从苏东坡的第十一代孙苏秀红 携家卷搬迁到这里之后 苏家后人陆续和当地的客家人同婚 所以我们看到的苏家维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 苏氏后人 六根 为什么说六根柱是一个很特别的 有五品官以上的官员他就可以见六根红色柱子 我们叫光幻自家 东山祠堂建筑相当讲究 悬挂有外汉地贡园 彩绘也能依稀看出苏家维当年的辉煌 苏家维村内原有100多户600多人 以种植水稻蔬菜为生 后来陆续外迁 现在还有46户260多人 来苏家维参观游玩的人多了 苏氏后人多做些服务性的工作 走进一个开满鲜花的小院 接着见到了斯东坡的32代孙苏雁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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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您家好漂亮 这么多花 是啊 这个是什么花 叫火泡花 火泡花 还专门搭了这样的一个花棚 您是特别喜欢花吗 是 是 像这个我看有 你看桃花 茶花 然后这边呢 杜鹃 杜鹃花 那边我看还有好大颗的 这个 韩啸花 苏远辉告诉记者 他现在在苏家维的景区做后景工作 在闲暇时间 种花养鱼是他最大的爱好 苏东坡祖籍四川 经过近七年的繁衍生息 他的后代子孙群体已经非常庞大 生活在江苏 河南 江西 广东东地 有很多到海外扎根发展 苏远辉还从屋里拿出了他保留的家谱 在1984年的 这个是老的祖母 还有一本老的清朝的那个 清朝的那个 那个在哪 那边不在这里 最早就完成这个 这个是我父亲 这个是24世 苏天荣开始算起的 对 苏天荣 那应该是苏东坡的 31代 哦 然后 这是我 哪个是您 这个我们哥哥 这个是我 远辉是 这个弟弟 您等于也是三兄弟 是三兄弟 谈起自己是苏东坡的后人 苏远辉很是自豪 他说 由于向往外面的世界 近些年 苏家伟的村民很多都搬走了 他也曾外出打工 经过一番闯荡 还是觉得这块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 更适合他 安逸 朴素 而自然 于是回到老家 就再也没有出去 还是觉得家好是吗 家好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跟着你来到了这位苏大哥的家 然后看到他的生活 虽然说工作很很普通 有时候也很忙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颗非常爱美的心 看他这些花 酒人看出来了 很懂 告别苏远辉 欧阳华又带记者来到另外一个校院 校院的主人 苏乔光 是一位制作客家娘酒的好手 大哥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他这个娘酒 为什么要这个名字呀 娘酒就是老妈做酒给女儿才叫娘酒 妈妈专门给女儿做酒 做月嘛 女儿生了小孩 所以叫娘酒 我们也叫黄酒 苏乔光说 是 他是苏东坡的第三十一代酒 客家娘酒 是一种糯米做的酒 也叫黄酒 过去客家人几乎家家都做娘酒 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 现在自家做酒的少了 苏乔光做的娘酒 除了供应当地村民 还卖给观光客人 我尝一点给你们尝尝哈 这个就可以直接喝了现在 可以啊 因为好像不是都要煮一下吗 煮的叫薯酒 这个是叫生酒 生酒 就是少少咸鸡眼味 酒味比较重一点 有煮过的甜一点 叫薯酒 先尝一下哦 嗯 这个已经很甜了我觉得 对啊 因为你再煮的话更甜 嗯 记者来访时 正瞧苏乔光在做娘酒 现在是蒸米环节 这些米他们已经在前一天洗劲 又泡了一个晚上 只要蒸多久 大概三个半到四个多左右 要蒸这么久 你还这么一个单狗 因为他们这个多啊 多嘛 米多的时间长 过去客家人日子苦 营养品汇房 因为娘酒营养丰富 就称为女人坐月子期间的 重要滋补品 也有人家将已经准备好的酒 叫藏一部分 生男孩的叫状元红 被金板提名使用 生女孩的叫女儿红 被出嫁使用 米蒸好后 苏乔光与妻子两个人 把米从蒸桶里铲出来 放到另一个地方 散开晾凉 再把结块的米搓开 就可以放入酿酒缸 加酒区了 当地人把酒区叫酒饼 现在这个酒缸底下 先撒一层这个酒饼 对对对 有昆云全部都要有嘛 有酒饼 每一层都是 和完了之后呢 再把它压实了 对对对 苏乔光的手艺是跟母亲学的 过去几乎每个客家女人都会做酒 而且做酒器的高低 往往是评价 这个女人贤惠程度的重要标准 把糯米放进缸里 压实 再在中间挖一个坑 酒酿出来 就会渗到坑里 这一切做完 密封好 就可以静带娘酒 慢慢酿出来了 那像这样的话就是 给她封好了之后 要等多长时间她才能出酒啊 有 现在冷了吧 有三天左右 就可以出酒了 有天气夜就快了 嗯 那到最后那个能喝的那个酒 要多长时间 二十五天 二十五天 哦 那今天是新做的这一缸酒 再等二十五天 就可以喝到又香又甜的娘酒了 对吧 对对对 我们叫娘酒 嗯哼 在苏熊光家旁边 有一家农家的餐厅 向道告诉我们 那里就有客家娘酒做的菜 建议记者亲口品尝一下 现在到我们吃工作餐的时间了 不过今天的工作餐比较丰富一点 我们要来尝一下用娘酒做的菜 哪几个是 像这个酒糟煮鸡蛋 就是用那个娘酒里面那个米啊 用酒糟来煮的鸡蛋 像这个就是用娘酒呢 包的鸡 这个就看起来跟我们平时吃到那个 那个牢骚鸡蛋比较像 嗯 所以我对这个娘酒煮鸡更感兴趣 想尝尝这个 尝一下 来大家都尝一下啊 娘酒包鸡 就是先把鸡肉切成块炒一下 然后放入姜丝 娘酒等佐料 放到火上包 那味道就很香 这个汤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浓 是因为放了酒的原因吗 嗯 有点黄黄的这种颜色 是 来 嗯 这个汤里面这个酒味还挺浓的呢 嗯 那就看你喜不喜欢喝酒 能喝酒的话 那你就放酒放多一点 那放水就放少一点 如果就是放了酒之后 这个汤也带了一点甜甜的那个味道 有酒的味道在里面 欧阳花介手 娘酒包鸡是当地客家人常吃的道菜 滋补效果非常好 尤其是坐月子的妇女更是不可缺手 酒糟煮鸡蛋主要是秋冬时候吃 可以暖胃养颜 还可以用娘酒炖猪酒 对改善人的睡眠很有好处 生小孩的时候 嗯 到了第12天就一定要 在请那个娘家的人啊 或者邻居啊 朋友们喝这个酒 那那个酒就会一定会放这个姜 姜啊 姜丝或者姜片 放些黑豆 那你就知道 生了个男丁 生了个女儿 那怎么来分 姜丝代表什么 姜片 姜丝代表是生男孩 姜片代表生女儿 这样子 摄制组成员来自天南地北 大家一边品尝客家娘酒制作的菜油 一边听向走 讲述客家娘酒的故事 而我们的记者是出生在福建的客家人 和欧阳花聊起来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即将结束在苏家围的行程 记者见到江边一位白发老人正在画画 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转呼您 姓洛 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画画呀 一个是东江这个地方很美 嗯 结果这个村呢 书家围很有文化内海的一个村庄啊 那您是经常来这儿 经常来经常 看得出来吧 看得出来 天性大自然 空气好 空气好 空情好 我觉得我很想表现自己的家园 东江 所以我回来特别创作了一幅 110米的长卷 叫东江北里图 哦 那是说整个东江从源头开始 一直到我们它的入海口那个位置 您都走遍了吗 都走遍了啊 我从东江源一开始去采风下山 一直圆了这个东江去采风啊 虽然我长在东江边上 其实我对东江其他地方还是不熟悉的 我要重新去体验生活去感受这种生活 这张画里面呢 这个反映了几个城市 包括乡村 还有资流 又表现了三十多种客家民俗在里面 人物就有几百个 都没有人物在里面 只有这些东西 所以说 其实您对于家乡的这种爱 这种感情 也都是倾注在您这幅画里面 可以这样说 就不管走得多远 但是还要回到家乡来 把它的美 用自己的方式给它记录下来 洛文贯说 虽然自己是在东江边生 东江边长 但是在创作 东江百里图的过程中 他重新认识了东江 而我们在和洛老师交谈的过程中 对东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东江不仅是一条 与客家人相依相伴的河流 也担负着给香港和珠三角供水的重任 是一条功勋之河 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东江行程充满期待 我是东元县立和近苏家围的村民 我是酿酒的 酿这个客家酒 我的要望是把我的酒酿得更好 更多人喝到我的酒 德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之族 继续东江的形成 到客家古堡四角楼里做客 你就不知道里边里边有什么 一桌菜 品尝客家品种多样的酿制美食 里面有那个糯米啊 辣肉啊 那个香味全部在里面 范州 有人间摇齿满意的 华南第一大人工湖 万绿湖 体验湖上瑜伽的自在生活 希望一会能够收到桂花语 远方的讲江河万里形第三十九集 秦龙立江边 美在万绿湖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